9月19日 台风贝贝家过境河南带来暴雨 当地政府在上游开闸泄洪 将洪水引入废弃了一百多年的黄河古道 导致河南商丘余城段决堤 引发了大洪水 这场洪水让商丘市岁阳区 下一线 余城县 永城市 这城县五个县 69个乡镇 遭受洪涝灾害陷入汪洋大海 民众损失惨重 农作物恐绝收 受灾人口超过43万 河南商丘啊 69个乡镇 43万老百姓的受灾啊 现在正是秋收的时候 他们的庄稼全被淹在地里了 进也进不去啊 我看那玉米 有的人啊就是游泳进去掰那个玉米棒子 还有那个牛啊羊啊 还有鸡鸭呀都被淹死在水里 那老百姓啊看着真是太可怜了 但是呢我们比较奇怪的是 这主流媒体也没怎么报道 这个河南商丘的这个灾情啊 希望这个河南这个灾情啊 赶紧过去啊 目前很多地方啊 比如说河南嘛 很多地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被洪水倒灌 啊 粮食颗粒无收 所有的被淹没了 也没饭吃 找不到地方住 有家不能回 中国产粮大省 河南多地洪水泛滥 目前正值收成季节 当地农民披露 泄洪没有预警 目前大面积玉米地泡在水中 导致玉米绝收减产 化名王伟的河南商丘 种植大户表示 洪水毁掉一切 他失去家园 种植的玉米全军覆没 当局封锁消息 不让农民对外说 商丘灾民表示 永城市城乡乡以北 全部沦陷 太痛心了 背井离乡 好多留守老人儿童 无家可归 在大陆边上睡 当地灾民表示 河南今年真的好难 多少农作物颗粒无收 一个星期过去了 当地还没退水 至今大量村庄水深 还有两米 水无处可排 河南商丘永城市民 欧先生说 那么大的水退不了 河南水太大了 村子就淹完了 进不去啊 商丘渔城那边 都往这边泄洪啊 永城没地泄 吃了房子都泡了 该泡的都泡了 损失挺大的 毕竟那淹那么多呢 当地网民表示 我们那受灾严重 所有房子泡在水中 地里全是水 什么也没有了 出门就是海 当地民众爆料 称最深的时候 街上的积水 没过脖子 现在水退下去些 但也有一米多深 房屋 农田 庄稼 牛羊 全被淹没 直到现在 仍停水停电 今年农民 真的不容易 另一位 家住 远吉街道的 王先生表示 这里的积水 最深时 水位达两米多 当时 他的养油场 全泡在水里 太阳穴 房子都是露个灯 下面露个灯 这也不给太阳穴 这又露个 放的 只能看看 看着可厉害 看厉害不 看看看看家人们 这都给淘黄要饭了 通通淘黄糊了 碰见这个 去厨区碰见这一阵 看看 哎呀 我的天哪 这是 家人们看到 我的眼睛 石到哪里 都石到上水了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虽然说 水没那么水了 但是家人们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是 这是 这是百年 难见的 灾区民众披露 洪灾的消息 遭到当局封锁 很多视频被删除 播报灾情的主播 被强制下播或封号 河南商丘下一线 村民王女士说 俺正没有下雨 这不是下雨下的 这都是泄洪泄过来的水 然后大滴绝口了 路上最深的位置 在1.3米左右了 你看不给你往外说 化名流交的 河南商丘农民表示 这几天 他都在自家地里收玉米 玉米被淹死 收成的玉米品质差 几乎绝收 令人震惊的是 如此大的洪水 给这个粮食大省 几乎带来了灭顶之灾 却在过去的六天中 中共地方当局最初辟谣病 极力封杀消息 没有看到官媒的任何报道 不但中共官媒悄无声息 河南本地的媒体 也集体的失声 网络上只有灾民零星的 发出的视频 我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情 今天才报道出来 但是我却走出来的 不是推送的我 今也是我刷到了 赏球媒体的一个辟谣视频 现在谁哉是者呢 辟谣也确有刺势 为什么数载都已经一走了 才报道刺势呢 我是一个河南人 但是我不知道桑球 发生这么严重的自然灾害 水灾这么严重 大片大片的玉米地 都淹没在洪水中 我看到一个图片 他说这个京漂亮吗 那如果说这是一片玉米地呢 都快已经起了 你看这红妆的水 还是那么深 但是现在啊 路往的水满管 碰里边的水满管 大河里边的水 也满管 倒流 大河里边水 现在都是往 碰的方向这边流 一直往洗流呢 现在关键是 往南派呀这个水 地里边 都没有一滴赶地坟 往南派呀 到处都是水呀 抽呀 真是臭死了 咋弄完这 商丘灾民表示 今年玉米大量减产或绝收 农民哭诉 血本无归 河南商丘农民王先生 便因 水里边拉出来的玉米 五毛钱都不给 好玉米八毛钱一斤 粮食不值钱 中国老百姓没有发言权 没有定价权 现在除了粮食不涨价 化肥 种子 农药涨价了 以前收一亩地六十 八十 现在一百块 玉米今年绝收了 减产了 连本钱都不够 种地不挣钱 我们的出路在哪 商丘农民表示 今年玉米多灾多难 先旱后烙 收成时遭遇台风 造成玉米大量减产或绝收 很多农民血本无归 河南商丘农民张反表示 今年玉米的三个关键点 播种出苗 兽粉 收获 全部没有一个顺当的 收成都不好 有很多颗粒无收 俺这边有好多没有淹死的 兽粉没有受好 一个玉米棒就一个子 有很多年纪大的老头老婆 在地里面哭 她就是指望着 这一亩三分地的 又有专家出来胡说八道了 说今年的粮食比去年粮食 同期正能多少多少 我都不知道你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今年的粮食比去年减产的三分之二 为什么这样讲 今年的一场大雨 河南山东东北 还有安徽 好多粮食住在去都被水烟了 而且今年的玉米比去年减产的多的要多的多 你给农民保住了什么 你给农民发工资了吗 给农民养老了 你是给农民养小了 你是给农民上保险了 你还是叫农民免费预料了 农民该享受的待遇一样没有 你那不叫耍流氓吗 而且农民的备份还叫你们拉低了 以前没头吃的时候 你喊农民拜拜 后来有头吃了 你能吃饱饭了 你喊农民兄弟 这都会改革开放了 农民种地不挣钱了 还有农民披露 今年玉米先是遭遇干旱 之后红烙 玉米半死不活 大量减产 水消退后 满地迷命 收成费劲 价格又低 玉米磅一斤才几毛钱 全家三亩地的收入 不够交易保费用 河南商丘农民张先生说 水泄到地里面 都是那种稀泥 那鞋拽都拽不起来 玉米棒子都小得不得了 今年肯定赔完了 讽刺的是 河南安徽两大洪水 所有的粮食地区 在安徽市举办 同样在歌在舞 有网民发视频表示 中国将会出现饥荒 所有的粮食地区 都会经历重大的天灾 导致很多地方颗粒无收 注定是一场饥荒 注定没有饭吃 这是必然的 很多人会饿死 绝不是危言耸听 很多人会流浪街头 绝不是危言耸听 你们看看现在很多的新闻 你们看不见的被封锁掉了 那真正让你们看见的 只是九流一毛 我说的其实一点不严重 我说的都算很轻松的了 现实永远比你们 所看到的更加残酷 中国中部农业大省河南省 经历了从极旱到极涝 受灾最严重地区 家园被毁 土地被淹 牲畜被冲走 粮食被浸泡 全部希望都打了水漂 受灾烧轻的 也不得不面临 秋庄价大面积毁掉或减产 河南信仰李先生表示 今年天气不正常 干旱食干得要命 六月出现大旱 水稻苗快干死了 村里池塘的水抽光了 塘底都开裂了 就跟电视剧上演的 原末大旱似的 很可怕 我个人担心粮食无收 吃什么 中国干旱洪灾害并发的故事 在各地重复上演 极端天气已经影响到 中国人的粮食安全 分析指 从历史上看 中国的饥荒和粮食危机 有时会引发政治动荡 和政权垮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